乌龟状态不好一次生病怎么办 仔细看完这则视频 别嫌话多 对养龟爱好者绝对有用 建议收藏转发再次观看 相信有很多养龟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乌龟状态不好食欲下降 腐水嗜睡 查了资料又判断不出是什么病 或者又感觉和什么病都有点像 不知道该如何治疗 无从下手 宠物医院靠谱吗 天气转凉了 越来越多的人来问我关于乌龟治疗的问题 这里我还是要明确一点 关于宠物诊疗方面的问题 还是要通过宠物医院和专业的受益来诊断的 毕竟树叶有专攻 宠物医院也有更专业的医疗设备 就跟人一样 我们看病不也是要拍片咽血 一套流程走完才能让医生诊断病因的吗 该开药的开药 该注射的注射 用药配比注射点滴都是技术活 一般的养贵人不靠这个吃饭 他们仅仅只能凭借经验来猜测和推断治疗 只能解决一些非常基础的疾病 比如腐皮 腐甲 戒疮 白眼啥的 但是一旦牵扯到内部炎症引发的并发症 就只能靠经验推关了 能否治好运气成分可就砸了 但是宠物医院并不是哪里都有 很多只能治疗猫狗 不看乌龟 治疗费用也太过高 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或者承担不起的 所以如何通过经验来治疗乌龟的疾病 成为了所有养龟爱好者面对的难题 单独饲养 水位降低 先不管你的龟得的是什么病 只要发现状态有问题 一律采取单独隔离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 这操作是不是防止传染病 有道理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在后面 单独饲养可以有效减轻乌龟的紧张感 有时候 混养在一起的龟相互之间会出现霸凌现象 你得首先排除它们的紧张情绪 很多时候 单独净养几天后 维就恢复了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能够便于观察 一堆乌龟养在一起 不容易观察食量和分辨 单独饲养 可以有效掌握食欲的恢复情况 以及排泄是否正常 当然 最重要的一点是 防止溺水 养龟时间久的朋友们都知道 状态异常的龟类是很容易溺水的 如果得的是呼吸道疾病 那溺水的概率就更大了 所以单独饲养的水位要尽量低 那些扶水的龟类 要尽快安置到潜水环境中 避免呛水溺水 加温是最有效的食料手段 乌龟是一种变温动物 新陈代谢能力 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一般温度越高 它们的新陈代谢能力就越强 所以养龟暗号者 都需要对温度有一定的敏锐性 需要注意的是 这里指的温度不是指天气预报 而是饲养环境的温度 如果你的龟状态异常 在隔离进养的同时 也需要提高环境温度 也就是俗称的加温 很多时候 乌龟在提升温度后 就开始慢慢的恢复正常 即便真的生病了 增强新陈代谢 也有助于药物吸收 提高免疫力 有助于康复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 加温一定要慢慢加 短时间突然提高温度 会让乌龟受不了 甚至导致暴毙 一般加温的方式有两种 一个是水体加温 购买加温包 另一个是空气加温 购买加温箱 个人感觉 大个体的龟 水体加温比较好 幼苗在加温箱里更安全 那有人就问了 鲍哥 我没有加温条件 怎么办 我在这里统一回答 你们两个字 去买你们 此处记得有三连 天冷干养怎么加温 那有些朋友就要问了 不是说很多疾病 都是需要干养的吗 比如腐皮 腐甲 戒疮 白眼 因为需要对皮肤 涂抹药物 所以一般干养的效果更好 如果天气寒冷 温差变化大 干养又该如何加温呢 一般采取两种方式 一种是直接购买加温箱即可 另一种就是 在水体加热的大缸里 套一个小容器 把龟放在小容器里 再置于加温的大缸里 俗称做小餐 需要注意的是 加温的大缸空气 与水体温差较大 所以在大缸上面 需要加一个盖子 不要全部遮住 遮住三分之二 留个换气口即可 这样的话 即便没有加温箱 也可以保证乌龟 在加温的环境里 接受干养治疗 胡乱喂药是终极杀手 至于喂药 我一直建议大家谨慎 尤其是面对那些 还未确定是什么病的龟 很多养龟新手过于紧张 发现乌龟稍微有点不对劲 就开始病急乱投医 通过各种网络渠道询问 查资料 然后不明就里的胡乱用药 本来这只龟只是小病 最后被折腾死了 实际上大部分生病的龟 都是被玩家给治疗死的 一个是对药物剂量的掌握 缺乏概念 另一个是在治疗的过程中操作不到 形成意外伤害 所以在没有明确宠物得什么病之前 还是得谨慎用药 如果发现乌龟有异常 不要惊慌 先隔离静养 再加温 降水位 仔细观察 最后再决定是否用药 当然 如果你真的很保费自己的爱归 愿意不惜一切代价 保证它的安全 那就带去宠物医院吧 毕竟专业的事情专人做 人家吃这口饭的 总比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强吧 只不过去医院的代价是非常高的 你们有心理准备吗 我是小胞 我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